这场比赛谁不打死对方 应该很难活着走下台 这是一场经典的中美对决 比赛还没开始两人就火药味十足 只因这个嚣张的美国选手 在赛前发布会出言不逊 嘲讽中国选手就是个小屁孩 被激怒的刘文波当众怒衰水平 掀桌子 然而美国选手还在咄咄逼人 趁中国选手不注意下前爆摔 吓得工作人员赶紧阻拦 这也将刘文波彻底激怒 擂台上要将美国选手打背 来到比赛当天 刘文波眼神里面透露着杀气 恨不得立马把美国选手打死 这个嚣张的美国选手名叫桑农李奇 他经验丰富 打法老猎 被人们称为街斗之王 经常在街头打架因此出名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火药十足的大战 比赛开始后 刘文波二话不说冲上去 蹲起拳头就狂轰 然而美国选手也没有屈服 两人互相搂住对方 疯狂用重拳狂轰脑袋 谁都不服谁 这一幕也是把观众看兴奋了 最终在刘文波的火力输出下 美国选手被打得难以招架 只能松开赶紧逃窜 刘文波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持续不断地追击 吓得桑农李奇狼被逃窜 此时的刘文波占据主动权 不停地上前进行压制 将对手控制在铁笼边 眼看不妙的桑农李奇 直接下前抱摔 猝不及防的刘文波被带入地面 拿到尚未压制的美国选手 不停地用重拳杂击 刘文波想要摆脱对手控制 奈何这是大级别选手的比赛 一旦被压制住很难逃脱 这就是他们的投资议会议 他把他抵达了 对 刘文波一样 他很强烈 他很强烈 他不会很强烈 他能站起来 阿弥陀佛 只能站起来 Shana已经开了一个大级 这就是Clar 在桑农李奇的重拳杂击下 刘文波的眉骨被打开了一个口子 看得观众触目惊心 但是刘文波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 还在顽强地坚持 然而桑农李奇并没有善罢甘休 不停地抡起拳头疯狂杂击 他会疲惊 血会进入他的眼睛 吸引起他的颈望 他会疲惊 他会疲惊 他会回到他的背部 他会回到他的背部 此时的刘文波逐渐失去意识 看到这一幕 观众也是纷纷为其加油 刘文波听到观众的呐喊声后 抓住美国选手的漏洞 强势翻身将其控制住 随后抡起拳头疯狂暴击 将刚刚哀悼的重拳全部还了回去 美国选手瞬间被打得痛苦不堪 看到毫无还手之力的美国选手 吓得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 最终刘文波以绝对的实力 给嚣张跋扈的美国选手上了一课 刘文波在擂台上不仅KO了对手 还狠狠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 刘文波好样的 为国争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